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来告诚意合同纠纷 节约时诚意还是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公司那个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诚意现在会这么火吧 诚意评注莲花楼大火后 各种奖项拿到手软 各大卫视 甚至央视都是轮番播放 各种代言也是分分而至 诚意代言的商务都需要用抢的 把别人商家店铺搬空都是尝试 可见现在诚意的商业价值之高 前公司自己把这棵摇钱树放走 现在后悔了 反过来告诚意合同纠纷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前公司根本都没想过要赢 就是想借助诚意的热度让自己那不温不火的公司再火一把 前公司之前为诚意做过什么呢 就为诚意改了现在的名字 但是诚意的原名富士奇 明明就特别好听啊 有种小说男主的记事感 在去年7月的时候就出了企业抢助诚意商标被驳回的事 抢助诚意商标不成 眼看着诚意越来越火 现在直接告上诚意了 其实前公司就为诚意改了名字 有网友担心前公司万一把诚意名字收回去了呢 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关系 就像诚意说的一样 反正都是我 确实是 我们从来喜欢的都不是诚意那个名字 而是他那个人 大多果果们更喜欢叫诚意琪琪 这样更亲切 年游粉也是说自己是傅太太 从来没人说是诚太太 果果们心里一直都喜欢那个叫傅诗奇的男孩子 喊诚意名字不过是因为是一名 想让诚意这个名字热度更高一点 当诚意还是傅诗奇的时候 那时的他会放肆地笑 会要什么说什么 是个调皮而骄傲的大男孩 李湘怡的十年何尝不是傅诗奇的十年呢 从年少时的意气风发到现在很多东西也学会了放下 只专心做好自己的事 不被外界的声音所打扰 十年的时间李湘怡变成了李莲花 傅诗奇也成了现在的诚意 是傅诗奇成就了现在的诚意 而不是因为诚意这个名字成就了傅诗奇 如果那个人不是他 不管改成诚意还是改成成功都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三年前四月二日的诚意因为沉香临时换女主 被女主的粉丝骂 而公司的不作为 反而更加让那些人更加的肆无忌惮 其实在四月一日的时候 诚意就知道自己要被骂了 他没有想到自己 却第一时间想到了他的果果们会不会受的伤害 他亲自站出来发了声明 告诉他的果果们 你别看 你别怕 他在用他的方式保护住他的果果们 现在我们有了四代果果们的加入 我们也能保护你了 不管以后如何 那个大男孩是教诚意还是教父诗奇 我们都会陪助他 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他值得最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